今年是金奖名片末代皇帝 勇夺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 即在台上映30周年 当年此片成为台湾首部开放 前往内地实地拍摄或准上映的外片 卖作超级轰动 写下首部电影 在北市票房破译的记录 当红玉女王祖贤意外搭上这班列车 成了第一只或准前往内地拍摄的电视广告女主角 整个广告片的概念与末代皇帝密不可分 王祖贤也第一次到了北京拍片 留下不少美照 这支游导演叶天伦之父叶金盛指导的广告片 脚本设计王祖贤是20世纪的观光客 游览北京故宫期间 意外和末代皇帝里的世界产生连结 片装还剪了末代皇帝的片段 让王祖贤与英国资深影帝 彼得奥图隔空互动 一度因为影片使用权产生争议 但整体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而王祖贤绝美的身影 在镜头下更显得迷人 成为他替台湾品牌代言的广告片终极 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虽然他已退出演艺圈多年 这支广告还让人念念不忘 每隔几年片段与工作照 就会再被网友翻出来 当年王祖贤虽然演出的电影 还不能正式在内地上映 不少观众早透过路领带 欣赏过他的风采 他在内地知名度还不错 一路上都有北京民众要签名 他的身价最高 广告拍摄的进度很紧凑 让他在北京的五天工作期间 天天从清晨四点起床 拍到晚上吧 九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